一百零三岁的桂梅子 因为小哭医师 才能够安心地在家养老 在另一个家庭 肺癌末期的进葬 也在失明女儿的照顾下 选择了居家疗护 日本每年有超过一百三十万人死亡 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居家照护 在家临终 面对高龄社会 我们应该如何走完这最后一城 十月九号周五晚间十点 公事主题之夜 陪伴最后一城的医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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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